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十年代初期 美国悍然撕毁了日内瓦条约 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 当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议元帅 代表中国政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以为你们拥有的核武器就小看我们 越南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我们不会做事不管 否则下一步就会欺负到我们中国人的头上 后来的事实证明 陈议元帅的证告绝不是妄言 在这位外交部长的身后 有几亿人民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科技英雄 当时一批科学家已经隐姓埋名进入了戈壁沙漠 1964年10月16日 终于迎来了核试验的关键时刻 几个小时之后 防化兵进入当初铁塔耸立的地区 现场测试结果证明 爆炸当量约在8万吨TNT水平 这是一次完全合格的核爆炸 实际上开了序幕 1964年10月16日 发布消息的周总理身份的难以自持 因为主席特意关照 要把一桩更大的喜事告诉大家 那就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在这一天试验成功了 这时候中国周边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令人不安 在南边越战升级 在北部和西部 苏联开始秘密陈兵 在东南沿海 梅蒋集团更是虎视眈眈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 出于国防战备和调整工业布局的考虑 中央领导人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 沿海和沿边江的省区为一线 战略大后方的省区为三线 1964年8月 祖国一生召唤 大批的国营工厂从一线迁往三线 许多工人技术人员从城市来到山区 他们告别故乡 告别父母 告别心爱的姑娘 开进了深山密林 开进了戈壁荒滩 投入到三线建设工地 这座靠近中南海西侧不远的住宅 1959年搬进了一位神秘的主人 性格有些怪癖 根据他的意思 房子进行了改造 窗子也被封死了 因为他怕光也怕风 只有办公室里的这个地球仪传达出主人的一些职业习惯 他就是林彪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 到11月下旬 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1300万红卫兵 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 他认真审看了林彪的讲话稿 并要求周恩来也做一个发言 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抓生产的必要性 此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百万交集等待的红卫兵 毛泽东走出来时神色有些严峻 后来人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你们走得走得好 这时候周恩来讲话了 广场上一片寂静 高和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 它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一手抓革命 一手抓生产 一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们在遭受了最初的抄家和批斗之后被关进了牛棚 大批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如今在许多中年人的记忆里 在送行的人群中 或许就有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 你的姐妹 当然也会有当地的领导 这时候 你的心情是兴奋的 尽管你并不熟悉你将要去的地方 但你坚信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后来 你果然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 你的一些同伴 甚至把年轻的生命也留在了那片广阔的天地 1969年4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 老干部进一步受到了排挤 原八届中央委员中 极有26人当选新的中委 九大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 并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甚至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这次大会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座靠近中南海西侧不远的住宅 1959年搬进了一位神秘的主人 性格有些怪癖 根据他的意思 房子进行了改造 窗子也被封死了 因为他怕光也怕风 只有办公室里的这个地球仪传达出主人的一些职业习惯 他就是林彪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 到11月夏天 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1300万红卫兵 红卫兵 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 他认真审看了林彪的讲话稿 并要求周恩来也做一个发言 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抓生产的必要性 此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百万交集等待的红卫兵 毛泽东走出来时神色有些严峻 后来人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这时候周恩来讲话了 广场上一片寂静 高河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 它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一手抓革命 一手抓生产 感谢观看